帕克好爱非洲月 可以提到16种音乐哟 好,那我们跟着帕克 帕克在这里 文图 马加丽 好,来 在这里,帕克在哪里? 帕克在这里 对,就是她的朋友帕卡丽 帕克邀请帕克去她的故乡非洲餐饭 好,你看她在飞机上面 大家都可以在做什么呀? 大家可能在睡狗狗 或是在吃吃 或是能在指示服务员 对,服务员 慢慢吃吃的 对,没错 或者是可以看叔叔 都可以 或是听音乐或睡觉觉 都可以 或是可以看上面 对,没错 对,没错 所以飞机呢 要起飞咯 跟你叫做可以开飞机跟我们一起 好,可以飞走起飞的声音 然后到非洲唱法 很热情的 很热情的 邀约的是音乐 然后到达了吗? 到达了 他们下了飞机 搭上了巴士 巴卡丽的族人呢 正在弹坐着拇指琴 那里的拇指琴呢? 拇指琴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好,何许的风轻浮着帕克的脸颊 好舒服哦 你看他咪咪的眼睛 就觉得好舒服 有没有 好,真的到了哦 到的时候呢 哇哦 有什么? 结果他下车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了 那个猴子的猴子抢走 他这个 他的鳞屎 对 居然想要抢走他的鳞屎 对,没错 然后呢 幸好这里有个 金贝谷的月笙 把贪吃后 吓得一溜烟跑掉了 金贝谷 嗯 对,然后 这个摊之后 我怎么叫? 啊 哈哈哈 他说快跑啊 快跑啊 嗯,对 幸好啊 好夜深了 但是怕跟他睡不着耶 他听到了聪明蛙叫 聪明蛙叫 嗯,然后还有远方的歌声 是个摇篮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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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蓝曲哦 好,终于可以睡着了 好,第二天 两个好朋友 决定展开一场大冒险 途中呢 遇见了有人弹奏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悲周 悟琪 还有大象 大象的声音 嗯 大象的声音 嗯,大象的声音 哦 在非洲好多的不同的声音哦 哦 哦,在远一点的地方 有个热闹的市集 哇,你看都卖这些什么东西啊 都卖 蘋果啊 或是香蕉 或是一些蔬果 或是买一些巧克力 嗯 嗯 没错 然后呢 而且还有音乐家在弹桌子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鼓啊 这是 传讯鼓 也是很热情的声音 对 好 哦,该休息一下咯 帕克和巴卡利亚遇到其他的旅人 还有人在弹中非常独特的 这是什么琴呢 无听琴 哦 无得琴 嗯 那边 嗯 看一边在吱吱的手 还可以一边这样子 听着音乐真是享受呢 啊 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回到了春洛里 大伙儿围在树底下了 然后欣赏这个叫做什么琴呢 这个叫做 非中树琪 悠扬的琴声好像在说着美好的故事 有没有 感觉好像 哦,好像连带很久远的感觉 啊 大家都嗯 很悠闲的在这儿听着 哦 呀呼 大家随着节奏开心的跳起舞来了呢 嗯 跳舞咯 好 看,忙其他也在拍拍 还有呢 有没有 这是孩子唱歌 嗯 非常的欢乐 对 嗯 乐情而欢的 嗯 然后跳舞 对 没错 现在是小小DIY时间了 要做些什么呀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 这个 手链 对 是用贝壳做的手摇铃 嗯 手摇铃的声音是什么 嗯 嗯 对 看大家这样子维着圈圈 然后坐着这个 嗯 手摇铃啊 用贝壳穿着 在非洲啦 什么都可以当作乐器 乐器 乐器 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晚餐时间了 所有的音乐家都聚在一块儿 合作出动人的乐曲哦 这就是什么 热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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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乐 对 嗯 感觉非常的非洲 对不对 所以啊 大家一起来认识非洲乐 在非洲啊 到哪里都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啦 比如说 这个非洲素琴 还有 传讯鼓啊 非洲木琴 拇指琴 还有 金贝鼓 乌德琴 还有啊 可以用果干 贝壳 都可以做伸手摇铃 甚至用这个 锅碗瓢喷都可以哦 嗯 在非洲 任何个东西都可以当作乐器 乐器哦 大家都很开心了 嗯 先欣赏很多的音乐 好了 小朋友们 一个人可以按一次 最喜欢的音乐 小宝宝也按一个 给小宝宝按一个 按 这是什么 这个 大合奏 小宝也会唱 对不对 好 姐姐再按一个 我要按 嗯 孩子唱歌不叫 好 也是很开心的 很热的 好 小宝宝推推一下 好 要再一起大合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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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棒哦 好 那妈妈也按一个 非洲的竖琴好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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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结束咯 小朋友们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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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来 好 好吧 When you say Apple is your heart It is virtually StoryFolks